帮助高龄和妇女顺利二度就业 来看这一场在新竹县竹北国运中心 举办的大型征材活动 世纪家企业释出科技餐饮等近2000个工作机会 其中7成5的厂商都提供友善身杖和妇女职缺 媒合率超过4成 民众填写履历 仔细观看职缺 竹北就业中心在国民运动中心 举行大型征材活动 吸引超过300人来找工作 大概有7成5以上的厂商都有提供友善的一个职缺 也结合了那个妇女服务中心 然后提供一些就是她在可能进入职场上面的时候 遇到的一些比如说托育上面的一些问题 那她可以去协助这一方面的排除她就业上面的一些的障碍 让她顺利的进入职场 让求职无障碍 在今年度最后一场大型真材 40家企业参与提供1915个工作机会 其中有7成5的厂商 释出友善中高龄身心障碍与适合恶度就业妇女职缺 现场提供手与服务 能引导协助听障求职者咨询沟通 视障按摩放松情绪 鼓励勇敢跨出步伐展开新职业 就有单亲妈妈带着小孩来想找兼顾家庭功时弹性的职缺 因为我当兵退伍 然后想来找工作 然后因为我都长期待小孩 对 然后想要找各方面的工厂保惠服务 希望就是有融入我的小孩子 对对对 时间 看到里面的职缺大部分都是工程师的工作 那我没有相关的背景 那我看有些公司好像就是 有缺一些行政的工作 还有一些餐饮的工作 那我对这份工作 这些工作都蛮感兴趣的 涵盖船产 餐饮等职业 超过五成起薪达35K 科技厂研发工程师最高薪100K 媒合率超过四成 帮助民众找到理想适合的工作